那么上集我们刚到这个绿色区域 现在这集我们就要去找这位Sabrina Galloway 对吧 这个说是这个 不叫CEO叫什么来着 啊忘了 反正是什么首席财务官是吧 这个大家有解释过 而且这个其实这个上头还是有注解的 我没有翻译过来 他说他们这个门为什么要设在这样的位置 很很很奇怪 不科学 就在干嘛 打包走人吗 看几会还是比较恐惧的声音 对吗 这女的看起来有点像吸血鬼 还有尖牙呢 好吧 不知道这个表子有什么有什么阴谋 那么我们就根据这位叫Sabrina的这个Sabrina Galloway告诉我们一个好像有更重要的人需要我们去杀 叫这个罗兰 怎么说 罗兰甯 话说在之前那个 科尼博士的时候 大家就已经觉得这个 很奇葩了对吧 既然你想知道 他所知道的信息的话 还何必用他的嘴来告诉你 直接把他吸收不就完了 对吧 这不科学 按照这个 Sepalina告诉我们的方式 就是我们这个 假扮成这个 营救小队的其中一员 混入他们以后呢 去找到这些VIP 然后再杀掉那个 所谓这个罗兰伪装的 那位VIP 这里呢 会告诉我们 有三个人可以吸收 但是这个 我们只要吸收一个人的话 就会这个开始出发任务 所以吃哪个无所谓 不用管 有些可能在这里 直接有一个现成的 非常这个窝在角落里 没人看得到他 直接吸收了以后 就会出发任务 所以说这里没办法 把三个都吃掉 所以一个就可以了 这段虽然说是不用能力 但是挺有意思的 对话很有意思 话说这个支线收集片 即使翻译了 也没有多少人看 是吧 这个要不然支线收集片 我就不做了 这个还怪辛苦 人家说过与同学的 这些VIPs 都在Gentech上高 这些人 常常是 坏猴子的白衣服 这是我说的 他们做得好钱 我肯定他们不想 赔我们赔我们 赔我们的麻烦 我甚至不想 想到他们的 Sterns 这个S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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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翻译得像 这个还属于那种话 比较多的人 哼 他这个料比较 比较 比较多 这个有时候你这个开枪的时候误伤队友的话 他还会有这样的说话 虽然说不会算得任务失败 也不会伤人神的 但是他这个有做到了 配到这些音了就很有意思 本身是这么一个不科学的游戏 但是又会有很多这个科学的对话 是吧 人家其实做的游戏性还是挺好的 娱乐限制更强一些 这里的话 我们只要杀掉这些所有带有标记的这些感染平民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随时换武器 满地都是武器 这里武器非常多 说的有道理 咱们看现在也不能高跳 跑也跑不快 也不能这个这个这个后身跳 反正就是特殊能力的那些动作都不能再用了 但是为什么 放高材料高跳一下地上还会砸出坑呢 这不科学 这里的话就会有这些这个Hunter样本 这里有的特殊的这个经验奖励是要求用爆炸性武器一次轰杀三个敌人 这三个敌人的这个种类不屑不一定非得是大型怪物 小型这些头上带有标记的这种这个感染器也可以 你不用特意的去完成这个 因为实际上你做这个任务的时候 做的做的就可能就会完成了 如果你要是任务完成里头还失败的话 建议你就retry吧 这个一般来说不会有什么问题 随便打的就会完成 这里有还不够吗 这个Hella和这个叫塞布琳娜的有的时候通讯对话还挺有意思 这些都是平民 这里的话跟着他们走一段的话就会刷出下一个任务的目标 这个水溪 拿火箭筒的话就非常好打 注意左右这个翻滚和原先的水溪的这个攻击方式都是一样的 建议在近距离 不然他出远距离刚才那个喷吐那招的话 这个把人拉过来的话还是挺麻烦的 伤群很多 在近距离的时候因为他出招的种类比较少 所以这个还比较好打一些 哎呦 忘了这里的这个Hella跳不起来 所以躲不过去刚才那招 好像我们最好再拿一个武器 这里有坦克 但是不能钻 这里有一个榴弹炮 就可以了 好像我们的这个任务目标还没有完成是吧 没关系后面还有机会多的很 这个随时都有可能这个让你完成 还是很简单的 哎就这儿 说不定你一炮就轰掉三个 哎这就完成了 还是很简单的对吧 哎注意这里有两个Hunter 一用这个 其实爆炸性武器 我前面这个在做主线的时候 支线的任务已经穿插在里面 已经做掉了 所以还是这个 升过级的 VD还是挺大的 他还在吐槽 穿着他们这些衣服的感受 话说这些衣服不是你自己变出来的吗 你就不能给他这个自己主动添加点功能什么的 比如说这个空调机制 看这里说到一代的那个那个核弹的那个事情 因为这个Mosser给这个拿了别处引爆掉 就等于他们没没成功嘛 所以他们就可以说没有什么做 哎这里有一个坠落的直升机 上面有一些他这个掉落的这些武器 我看这段变化很有意思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个海勒把这个 导弹发射器直接打起来以后呢 卧槽你怎么练呢 这么大劲呢 海勒说我经常补充蛋白质 这里的话算说是两面夹击的这个水溪 只要全力干掉一边就可以了 但是要注意干掉以后旁边会刷出一个Hunter 这样的话又是夹击状态 所以先把好干的这个干掉就是把那个Hunter先轰掉 至于另外一个这个水溪呢 我建议这个你看在这样远处打的时候 经常会因为障碍物的关系轰不到 所以呢我们可以靠近一点 哎刚才那个48都让我轰完了 很爽啊 这里就是给你爽的 哎 这块石头真的奇葩 正好落他们头顶上了 哎呦又被拉上了 话说这玩意你抓得真紧 这样这么大劲儿拉过来 你还没脱手 就是一个Hunter在这 你们干掉两个水旗居然还没死人 哎呦到达营救地点了 red crown this is riler43 VIPs are secure request transport asap copy43 transport is inbound over Galloway there's five of these fuckers which one's rolling I haven't a clue just kill them all to be sure 哎呦 哼 太了 无奈了 对于这个老鼠光光刷嘴皮子的这个家伙 无奈了 哎我们看我们要杀的人 虽然说这有四个人 但是我们要杀的瞄准是这个 我们现在瞄准的这个 哎但是怎么就轰不到呢 话说给你轰轰导弹 所有人引起注意了 但是 又吐槽的吧 我们来轰这个 还剩一个 我们看这一位 罗兰看得很眼熟 我老觉得他像个谁 这个大家可能看不清楚 到后面会有特写 反正我就觉得他特别眼熟 这个形象 那时候再说吧 那么这段任务就完成了 那我们依然是在追这个 哎什么时候换上这身衣服的 我刚不小心吸收了一个 是吧 换上长官的衣服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镜 我却用它来翻白眼 那么好 接下来一个任务 就是还是针对这个 罗兰 虽然说我们看这个 Sublina S开头的任务 而且远处还有这个 这个 应该叫什么神父 海勒已经对于这个光刷嘴皮子的 这个女的有些不耐烦了 一窝蛇鼠啊 这个我们看这个 Vapor 毒蛇的这个翻译很有意思啊 VIP加个ER 就是Vapor 就是毒蛇的意思啊 这个一语双关 我他妈有时候要做英雄吗 操你妈逼 霸气啊 像他吧 花轮同学 像不像 反正我就觉得很像 我就说感觉是特别像谁 变了 就变成这玩意儿 还自带吐槽 海勒自带吐槽 这里一出来会有一个 先带有经验奖励的士兵 我们先把它解决掉 然后呢 我们这个先逃脱 这个伪装成士兵 然后呢 这个水汽的话 因为这个 首先你变成士兵的话 变这个暴露的情况下 会被敌人的这个 重火力压制 然后呢 还有这么一个水汽 等会儿还会有很多Hunter 这样的话不好办 所以这里的话会 等会儿就会开出来一个 装甲车来支援 我们可以直接抢这个装甲车 来轰 这样的话就会简单很多 目前没有什么这个 特殊的这个经验奖励要求 所以我们这个 打法随意 不过这里的话 等会儿这个水汽干掉了以后呢 会有这个带有经验奖励的这个Hunter 需要我们杀掉 这个任务里面是必有的 来我们看已经出来 还爬到 爬到坦克上 这个装甲车上 我们看这个TOW 非常好用啊 这个四发连射 然后还带这个 不过我一不小心 把那个代手经验奖励的Hunter给干掉了 所以就无所谓了 算了 我们直接进动吧 抓着 这个动作一般可以抓辆车的 有人要吐槽士兵的这些动作吗 要吐槽士兵的那些动作吗 我们速杀 这里的话这个用卷区太没意思了 这个太简单了 现在因为卷区身的攻击力已经很高了 这个最先升起来的是卷区 虽然说以前一周末玩的 以前玩恋的时候这个没有升 但是它就随机性比较强 这打的太没意思了 我们就用防反和这个爪子 手管做的真不错 诶 主在这里过来了 这里就不太好办了 怎么办呢 这个EV2的话怎么样都特别难打 我们最好放个毁灭吧 不过现在好像没凑满 吸点东西 吸点人 诶 没放出来 太高了 这个不容易 没打不中 嗯 把武器先准备好 吸一个差不多 然后呢要注意这个释放的这个毁灭的话 没有办法这个刚升 所以呢要这个找好时机 诶 关键是这个主宰者 我们要把这个主宰者还要吸收掉才行 不光要干掉 刚才那么不是还有 诶 这里啊 刚才的那个Hunter 因为伤血伤血已经剩的是血不多了 所以一个毁灭也干掉了 主宰者把他一个胳膊揪掉以后 他也不会这个伤很多血 让我们看这个对他有效的招式实在是不多 这里的话其实要是有那把那个 单手巨刃的话 那把那个好打多了 每次把他用这个 犬区缠住了以后 可以一个蓄力 上去还是很多的 诶 又来了个Hunter 那我们得想办法赶快 再来个毁灭了 要不然不好打 这样EV2的这种情况下 或者说是一队多的情况 基本上你想用拼技术的方式打过的话很难 尤其像这样一周末 你这个二周末的话都不是很好处 一般都得要放点招什么的 诶 不管了 直接放毁灭 反正都得死 诶 这样的话 这个猪灾者也差不多了 好吃 诶 终于拿到大锤了 这武器可是利器啊 就是但是一对一的时候其实不太好用 因为他的硬质很大 但是他的吹飞效果很强 即使是这种这个进化者也不吃不消 诶 我们要出去追罗兰 但在此之前呢会有一个经验奖励 就是让我们用这个大锤杀掉一定数量的敌人 诶 有数目提示 诶 这已经完成了 给了7000点经验 经验奖励都不要辣 这些经验奖励也等于 提示你的一种这个教学吧 起一个引导作用 告诉你这个游戏还可以这么做 还可以那么做 他说成就方面的这个解释也是一种 告诉你这个游戏还可以这么玩 诶 一出来就被这个包围了 但是我们有了新武器 哼 我们不像一代 还要像莫瑟一样升级才会有这招 很强力的这招 诶 这里还有一个经验奖励 这个是让我们用用这个大锤干掉一辆坦克 诶 刚才骑士出来了又没有了 不知道为啥 先锤掉一辆 啊 这里会有两辆坦克 要我们交给我们先锤掉一辆 另外一辆呢 我们占据掉 因为这个另外这个 这个罗兰就在里面 我们进去以后就能把它逼出来 根本连坦克都不用拆 很赖皮的一招 更好的是把它逼出来了以后呢 我们可以可以拿坦克打它 还逃跑呢 还恐惧 被恐惧了 我们直接这样拉开距离 然后拿不好空就可以了 这应该是最简单的BOSS战了 差不多了吧 把他打血差不多靠近 因为我们还要把它吸收掉 OK 不要拖太久 不然他会回血 诶 怎么又变成西装了 这家伙 不科学用 这里说到这个白光 是针对那个黑光病毒是吧 是什么意思呢 诶 这级升了两武器 诶 这下给这个盾又升了级 弹反的这种能力 弹反了以后带有伤害 这样的话光用弹反也能把人弹死 是这个意思了 我们先跑 最后赶快离开 不然还有超级士兵 诶 卧槽 啥声音 诶 这超级士兵 我会识别吗 我都 我都 我操 死吧你 来 下来 我给你玩个好玩的 来 上来 上来 死吧你 直接一下给它砸飞一下 哎呦我操还有直升机 这直升机要不干点的话就很麻烦了 不能拖太久 现在还没有徒手打飞机的呢 徒手打飞机这样呢 主要是在升级的时候加的技能点 而且要升到两级才行 一级是可以徒手拆坦克 这个徒手打飞机呢 要是再升一级 但是这个打飞机的这个 使用的这个频率不是很高 所以就没必要都升 没必要先升先升点其他有用的 实战这个用途更大的 这样收益更大一些 那么好我们下一个任务干什么呢 我们看血槽 也没变 变少了 又是屎 好吧 你这还要升华一下 这个说一下这个主旋律是吧 这个白光计划 应该是就是针对黑光密度 还前面说过一次是吧 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人的名字 就可以使用生化雷达来找到目标 这个因为我是玩过一遍了 所以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情 我是知道的 但是如果是第一次玩的话 体验就会不一样 这个 一般都会被惊倒 会有点那种措手不及的感觉 这个以往玩游戏的话 就算有一些什么阴谋 但一般都不舒服你的意料 但是这个时候有的时候确实有点棘手 看有没有个好玩点的东西 有没有当车啥的 好像没有 要是有个车的话就好玩 哎应该在这 就在这 下面这一位 这位是个什么情况呢 如果你要是第一次玩 直接扑过去的话 哎他是一个那个进化人 哎就跟那个heller一样 是这个monster给过病毒的人 看 如果是第一次的话 会遇到措手不及 哎又是一段追逐 这个追逐就要比这个一代的时候简单多了 一代的时候只能追着跑 是吧 有的时候你升级升得不够的话 可能还跑不快追不上 这代不会 你这个用这个爪子 我们知道有飞扑的这个动作是吧 看 而且带有追踪效果 而且这个 这个这个抓头 也会有一代的出击作用 啊 距离非常远 我们直接用这个爪子的飞扑这个动作 一下可以追好远 哎 你要是想用滑行也可以 就是说如果你要是这个速度方面没有伸够急的话 用这种方式追很有效率的 还能砍到但是不会伤下去 那这个刀刃要比那个 比原先最大的那些要大一些 哎 可以一段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黑客帝国里面有这样 有这么一段 好像好多电影都有这样的镜头 是吧 噢 铺这个直升机 跳直升机上的这个 而且镜头从下面 哎 这里要跟打飞机了 这里要交我们一个新的就是 哎 强坦克上的这个 在铺上的这个火炮 开了你怎么练的 还要经常补充蛋白质 这就轰下来了 很简单 We're going down Mayday Mayday 哦呦 扣死 我们看这个进化人子 总是爱做一样的同一个挑衅的动作 大家有有兴趣的话 可以注意观察一下 他每次挑衅的时候 动作都就那些 而且这个前面杀这个 呃那个叫什么 罗兰是吧 哎 杀他罗兰的时候那个 他手上变不变武器的时候 那个挑衅的动作都一样 哎 跟他作战呢还是比较简单 和当时和这个 柯尼博士打差不多 但是我们此时有了这个 重锤 可以压制着他打 但是如果一旦被他进行了这个 呃 无敌时间的闪避以后的反击呢 这个是很难裸掉的 因为你的这个 重锤的硬值很大 哎 你可以想赖的话 可以用刚才的那种空中中 中杂 哎 这一招基本上是可以一直把它压制 打就是频率有点慢 伤血有点少 哎 但是实际上这个 现在的这个防御呢 是可以防御他所有的攻击的 哎 所以实在顶不住的话就按着防御 没关系 而且他的招式也都可以防反 哎 这个 其实打进化人一对一的话 比较好打的是用这个 后身跳 但是我后身跳没有升级 后身跳没有升级 没有升级的话就无敌时间要少很多 就不太好跳 哎 空穴了都空穴了 咱们来一个 最后一击 哈勒这段没有跟他废话一句 是 所以你可以说 可以移杆 移杆 没有移杆 移杆 但我们我们可以移杆 就好了 到了 你不是说 你不懂事 不可以移杆 但它可以移杆 更新的 做事 你说我们可以给它 什么 一个 他通过这个知道了一个白光的这个 这个一些细节上的东西就知道 可能大概我们也能猜到了 莫瑟可能想要在这个白光病毒上加点什么东西 然后再让他释放出来 这会获得大家最喜欢的这个大刃的这个武器 大刀 这一招回旋斩的话 这招是非常猛的 这个 现在我们只是只是这个还没有升级过 只是获得这把大刃 这个我们看威力就也已经很猛了 吃人的动作也很快 不像这个爪子 吃人动作那么慢 每次这个给武器升级以后武器的外观也会有一些变化 而且变得越来越帅了 一代的时候 我真没注意过 不过一代有一点就是说 这个把武器放出来的时候 长按可以有特效的混化 这代取消了 还真不科学 那么好的 我们这段节目 就我们这段节目 轻 有